不知道大家对于周冬雨的成名之路还有印象吗 他当年凭借山楂树之恋开始在圈内出路头角 那个时候的他还没有成名网络也没有这么发达 而且在当年也有很多的网友吐槽过周冬雨的颜值和演技 当然大部分都在吐槽周冬雨的颜值和身材 不过人家的演技确实是无可厚非啊 他凭借七月雨安生少年的你等影视作品出圈 已经成为实力不可撼动的电影花旦了 现如今能跟周冬雨搭档的电影演员都是国内顶级的 刘浩存这边呢同样也是电影咖资源好到爆 而且本人颜值这块也还可以 只是他的负面新闻可真的是草点满满 他家里那个事情是很难掩盖的 不过他团队很给力的顶着某女郎的头衔 未来的发展也不会差 杨幂对待工作人员态度 在没看到这篇文章之前 大家觉得杨幂对工作人员是怎么样呢 相信不少小伙伴都对杨幂非常熟悉了 我们大部分人都应该看过杨幂演的电视剧吧 他他能一直火到现在当然也离不开他的人格魅力 不过杨幂这个人说话比较耿直 大家听他以前的采访啊 和说话就知道有些毒蛇的 不过他就是那种刀子嘴豆腐心的人 说归说 但是做启示来一点都不含糊 当年帮闺蜜唐烟手 丝扎南邱泽也是十分霸气了 而且杨幂对待身边的工作人员 和别的明星不一样 一般来说明星助理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大部分每个月只能拿到几千块钱的工资 能够自己吃就不错了 不过杨幂身边的工作人员 工资虽然不会比别人高太多 但是杨幂对他们特别好 一般像有些品牌代言过的东西 一些小物件他都会直接送给工作人员 自己拿着就是拍拍照 然后完了也不用 就直接送给身边的人 挺暖心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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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